Hello 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又到了给张师做菜的日子啦 大家都拿小毛球来催羹 在回评论的时候 还看到很多小伴们说 我不爱小毛球了 老虾说什么大实话呀 小毛球还是我的最爱 那很多小伴们都说啊 想要看老虎草和其他植物炒一炒 说的最多的就是鸡枪豌豆 你们咋这么爱鸡枪豌豆呢 那咱就把他俩扔进大铁锅里 看看能炖出什么火花 这次呢 咱请所有僵尸都来品尝一下 还把新僵尸也加入了进来啊 游乐场系列的僵尸 第一个就让他们打头阵 大家来看喷火僵尸 它是烧荷叶的 并不是吃荷叶 那火把僵尸就是吃的 所以说这喷火僵尸 真是比火把高级很多 还有就是这游乐场小鬼啊 在之前的视频里呢 豆姐测试过 它真的是比铁桶还扛纵 千万不能小瞧它 不过咱这道海岸料理 那可是蒙古也不是病猛 所以对付他们还是有接招 这次啊 豆姐用的是 初级形态的小老虎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萌了 我觉得比小猫球还萌 还可爱呢 诶 你们觉得 如果他打到小丑张身上 会不会来个反弹旋转 还有那个 失落发觉者的小鸣桥 能不能挡住 咱的老虎呢 这位小伴留言说 快要期末考试了 这么快的吗 诶 你们都啥时候考试啊 我怎么感觉 才开学没几天呀 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那就祝福 要考试的同学们 考生附体 这段时间呢 也要好好复习 加油 这鸡枪豌豆 一下发射四个小老虎 在花园里被老虎炸满了 哪是脏势观花园啊 明明是老虎观花园 而且这次 豆姐用的是一级的鸡枪豌豆 这脏势基本上都上不了岸的 这要是用了十级啊 哪还了得了 这鱼副教学连杆都没帅 还是福田教室机制啊 躲在海里 能帅一秒是一秒 各位观众老爷们可不要学他 不要学他总潜水 没事来评论区里冒个泡 哎 有没有小伴是那种的 就是一直在看豆姐视频 但是从来也没在评论区里面 留过言 有没有这种呢 举个手让我瞅瞅 有一些小伙伴 可算是豆姐的铁粉中粉 天天冒泡 天天来报道 有的时候可能豆姐没有回复啊 但是留言都有看到 哇 失落发解者的小金桥 竟然可以挡住小老虎 没事 一根黄瓜能解决的问题 都不叫问题 哎 这次更新这个老虎草 然后那个新地图上 还有一个虎头的一个标志 是不是为了迎接明年虎年呀 咱这里有没有下班 是属虎的呀 举个手 我的天 这黑甘蓝跑得这么快 竟然都没撞到咱的变异竹 那是不是应该放拨大招 庆祝一下呀 看了这么久 大家有没有想好 这竹变异竹 咱要给它起个 什么样的名字才好呀 那咱们还是老规矩 先来展示一下 上一期 斑豆跑击炮和火鸡投手合体 获得点赞量最高的名字 肯定是 豆豆姐的咖啡豆 用户6D1162D1 西灵魂 糖豆CN 李雨萱 英明果断上次招 这六位小伙伴的创意 起的名字呢 也都简单明了 符合竹的特点 上一次是火鸡 这一次呢 是小老虎 那还请大家 开发脑洞 给它起一个 有格调 有特点的名字 把你的创意 写在评论区 那获得点赞量 最高的那个名字呢 豆姐会把它置顶 也会在下一期 变异竹的视频中 展示出来 让更多的小伙伴 看到你的创意 那下一期 上网的都有谁呢 非常期待 最后 咱就用大招 来结束本期的视频 大家还想要看 什么植物合体 也欢迎给豆姐留言 喜欢看的老爷 也欢迎加个关注 传点赞 那么下期见